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出 各位尊神方才听见 迟文少主对今早知事的描述 难道没有一丝丝熟悉的感觉 连宋气定神仙摇着 他那天青涩的折扇慢吞吞 颇有些故作神秘的说出这一番话 打定主要将这关子卖到底 可是在座的都是什么神仙啊 连宋未开口之前 就被迟文和成郁猜到了七八分 开口之后 仅凭一句话 东华帝君和凤九星中便全然知晓了 在座其他人 有的人比如哲言白真猜到了几分 剩下的几位尊神 要么是平日里不管闲事 如莫人上神夜化天君之人 要么就是大大咧咧 没注意到细节之人 比如白浅和少婉 再就是知道些许 但是听故事听得不完全的人 比如话译 可无论是后面的这几位中的谁 都没有完完全全了解到 连宋这话的最终含义 虽还是带着几分疑惑看着连宋 连宋此时此刻更加得意了 完全沉浸在这种被这么多尊神期待的眼神中 或许是得意忘了行 连宋一时间只想着尊神对他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感兴趣 却全然忘记了少婉方才的威胁 这位魔族始祖 生于一颗巨大的蛋中 据说盘古大帝开天辟地之前 这天地本就是一颗蛋 养者为天鹰为地 盘古大帝生于其中 按照这个逻辑 少婉诞生的方式真可谓是惊天地之举 因此这位从出生就震惊天地的魔族始祖为人 处事性格秉性自然 也是轰轰烈烈 这不 少婉瞧着连宋依旧在卖关子 还不继续说下去 索性起身 静止走向炉火旁 施法将其中两块燃烧得最烈的火球 悬于空中 随后轻轻摆动手指 那两块火球便直愣愣地飞向了连宋身边 就在距离连宋的两还有不到半米的距离 少婉猛然收手 将火球定在空中 诸位尊神见少婉如此举动 都不禁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招惹这魔族始祖 而凤九则是看到火球飞来的一瞬间 顺手拉着身边的成玉往自己身边来 东华帝君则是轻轻地将凤九护在怀中 东华帝君虽然明代少婉当然不会真的把连宋怎么样 但收拾一顿还是很有可能的 如今凤九怀有身孕 东华帝君自然是百般小心的 以免城门失火殃及吃鱼 连宋这边暗自得意还不到片刻 瞬间就感受到了来自右边脸的灼热 回头一看 惊得直接从座榻上掉了下去 有些结巴地说道 祖宗 好说好说 你快把这火球拿开 少婉站在火炉旁边 道 我就试试手 生怕长久没点过神仙 既能生疏了 少婉一边说 一边一点点地将火球慢慢降下来靠近连宋 连宋此时也是作为四海水军掌管 四海水域面对这火球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傍身之术 只顾着一点点地往后挪自己 身后的承裕此时此刻也算是患难见真情 不仅没有推开连宋 反而拽着连宋的一金往后 嘴里还替连宋向少婉求情道 少婉 你就别吓他了 少婉见承裕如此说 这才颇有些满意地瞬间收回了火球 两颗火球在火炉里又欢快地燃烧起来 少婉看了看惊魂未定的连宋 又瞧了瞧莫渊 见莫渊一脸 我喜否真厉害的神情 少婉这才回到自己的位置 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然后盯着正被承裕扶起来的连宋 连宋颤颤微微坐下后 情不自禁地掏出方才的帕子 擦了擦头上的汗 然后也喝了一口茶 脸色煞白地说道 少婉始祖 您休息好了吗 您若是休息好了 我就开始说了 俗话说 好汉不吃远钱亏 连宋深安这个道理 此时在范英谷 大家的法力都被禁锢了些许 但对于东华帝君墨人上神少婉始祖 以及哲言上神 以及赤文少主这样的洪荒尊神来说 范英谷禁锢法力 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且就算少婉始祖不出力 光莫人上神自己也很难吃得消 连宋觉得 好男不跟女等 自己身为天祖的三殿下 这点觉悟还是要有的 找了这么多理由 连宋总算是说服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了 眼下不赶紧顺着少婉始祖的意思 岂不是自掘坟墓 他连宋可不做这样自掘坟墓的人 少婉见连宋被方才的火球一下 此时的神情与气道教少婉觉得很是好笑 但又怕连宋一会儿又卖关子 于是故意冷淡地恩了一声 示意连宋继续说下去 得到了少婉的回应 连宋不再故弄玄虚 开口继续说道 我记得凤九之所以对东华帝君一见倾心 也是因为东华帝君在凤九年幼的时候救了凤九 凤九殿下便心心念念要报恩 这中间生出了多少事想必各位也是知道的 白浅上神大婚后 凤九殿下曾在九重天小住过些日子 东华帝君那时候便处处戏弄凤九殿下 害得凤九殿下呀 一见东华帝君就躲 有一次竟为了躲东华 愣生生变成了一块帕子 结果还被东华帝君捡了去 连宋停了停 看了一眼哲言上神 眼珠一转 对着哲言上神道 哲言上神还曾去讨要过 结果被东华帝君无情地拒绝了 上神可还记得 哲言上神本在好端端听故事 突然被连宋这么一说 心中立刻生腾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哲言看了一眼连宋 果然 此刻连宋虽然一脸诚恳地在询问 哲言上神是否记得此事 但眼神里全是幸灾乐或想法 哲言上神托下水的意思 哲言瞬间明白 然后说道 记得记得 当日就去了 虽然杀雨而归 但立即想着第二日再去的 哲言上神这真假参半的话 也就是场面话 前半句是事实 可也是阿黎再三要求地采去的 后半句完全是自己现家上的 只为了稍后不要引火上身 连宋呢 也是聪明 虽然将这帕子和报恩这两件事说了出来 但却是一副作为旁观者 对东华帝君和凤九这二人爱情羡慕的语态 和之前八卦卖关子的连三殿下的神情完全不同 连宋讲完这些故事后 少婉又站起身 连宋如今一见少婉起身就有些紧张 连盲说道 始祖 我可讲完了啊 真的讲完了 绝无半点隐瞒 不信不信你问成玉 再不然也可以问迟文少主 连宋想来是有些糊涂了 奔华凤九的事情问成玉倒也无可厚非 毕竟作为凤九的好友 成玉人君这里也可谓算是干货漫漫 但问迟文是怎么一回事 连宋此刻慌不择言地以为安抚了少婉 殊不知却在东华帝君心里点了一把火 少婉见连宋如此 静止走到连宋身边 一只手撑在连宋肩膀 一副老前辈的姿态 一边又礼数有加地说道 方才吓坏你了吧 别害怕 我不会点了你的 哈哈 说完 少婉也不管连宋是否真的得到了安慰 便带着爽朗的笑声朝着自己的位置上走 刚走到凤九和东华帝君身后 少婉便停了下来 看着此时脸红到耳朵的凤九 将整个脑袋都挨进了东华帝君的怀里 东华帝君呢 则一脸享受的表情 轻轻拍着凤九的背 似乎是在安抚小狐狸 少婉盯了半天 东华帝君也没有回看少婉一眼 少婉终于忍不住说道 老东华 你瞧瞧你媳妇脸都红了 你怎么还如此淡定 果然是年纪大了脸皮也厚了 少婉说完 幸灾乐祸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东华帝君也依旧势头也不回地说道 小白年纪小 脸皮自然要薄些 自然是不能同你我这样的老人家相比的 各位看官呀 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 有一条底线大家要牢记 就是千万不可以说女生的年龄 这不 东华帝君这话刚一说完 少婉立刻拍案而起 怒气冲冲对着东华帝君道 老东华你说谁老呢 少婉这拍案的功夫太过于突然了 以至于一直躲在东华帝君怀里 害羞的不敢见人的凤酒 都不自觉地被这声音惊得在东华帝君怀里 抖了一下 东华帝君感受的小狐狸的抖动 轻轻皱着眉头转过头对着少婉说道 你能不能动作轻点 免得吓坏了小白和小白肚子里的狐狸仔 少婉这才意识到 自己方才过于激动了 也开始担心是否吓着了小凤酒 于是声音立刻降下来 朝着凤酒道 小凤酒 没吓着你吧 凤酒从东华帝君怀里探出一点点头 说道 没事没事 少婉见凤酒还算淡定 这才放下的坐下 东华帝君却依旧不依不饶地说道 小白有我自然没事 你可问了小白肚子里的狐狸仔 东华帝君顿了顿 突然恍然大悟一般地说道 也对 你都没有身孕 怎么会流星到肚子里狐狸仔的事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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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volunteers homo